好,那我們上次有交到那個Google雲端硬碟 那Google雲端硬碟的話還可以怎麼用 像說他這邊會有一個建立 這邊可以叫做連結更多的應用程式 你可以在這邊點一下 那你就可以在你的雲端硬碟上面直接去連結你的相關的應用程式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 這個是畫圖的,你們可以在這邊點一下 你只要點他,然後按連結 那這個很好玩,他就是有點像BoloShop一樣的那種濾鏡一樣 就按確定 那如果說當你有圖片的話你可以點他 那你可以開啟這個連結 選擇這個應用工具去開啟他 那他就會將那個圖片 結合這個應用工具打開喔 那只要按接受 讓他跑一下齁,那這邊他就打開了齁 好,像我們之前要修圖的時候都要透過一些很專業的修圖軟體 但是呢,我們現在都不用齁,你只要用 會用手指去點他 點兩下,他就可以去編輯了齁 好,我先切換畫面給你們一下齁 你們可以下載這一個齁 雲端硬碟裡面的 aty的 Gi XL 啊 好,你可以去找這個齁 leaving AXL 好,你可以去找這個齁 CI 好,你可以在雲章1點裡面去 去點一點應用程式,然後找一個應用程式 他就可以直接把你的照片打開來去修他的一些濾鏡 好,那現在我先換一下畫面齁 我這邊直接有打開了齁 好,像是說我已經打開這份文件了齁 這張圖片,那你可以在這邊修改 底下的話都是一些你的濾鏡齁 像我們要做一些濾鏡的話都要花很多時間去做 但是他不用,你只要點一下齁 那這邊有很多可以讓你選擇齁 這邊很多濾鏡那你選擇,你要點一下齁 那你看你要選擇什麼濾鏡,點他就可以了 他就改變過去了齁 那OK的之後你再按OK就好了 按這個打call就可以了齁 好,這邊很多濾鏡,看你喜歡什麼 你只要把照片放上去他就可以讓你去修改了 那直接按OK 那他還有這邊有很多濾鏡可以讓你選擇齁 比如說你想要這種的濾鏡 好,他就會變成這種顏色的一個圖案齁 那直接按OK就可以了 那這邊也有很多 像這種 特效齁,比如說你點一下 那你看你喜歡什麼特效 比如說你喜歡這種特效 他就點一下就會這種特效產生 好,那你根本就不用用Photoshop去做齁 好,喜歡那種螢火蟲的方式 的那種效果 就會點一下 好,他就是類似有這種某種的效果跑出來 那他也有一些邊框可以使用齁 像這種邊框 你點一下 他就有這種邊框可以使用 他就會有這種邊框可以使用齁 那你看你喜歡什麼邊框,你就這邊點一下 好,那按確定就可以了齁 那他有一些可愛的圖案可以使用齁 比如說這個狗狗 你喜歡這個狗你就點一下 好,那這邊點一下 好,那這邊點一下 好,所以你們可以這個軟體你們可以自己玩玩看齁 那這個做好之後你也可以把它做儲存齁 你可以把它存成你的檔案齁 你可以按這個儲存 好,我這邊讓給你們去玩齁 那你就可以儲存你的檔案了齁 OK,給你們